早上起来在这边逛一逛 真的是非常舒服呀 非常凉爽 空气也非常好 这四面环山 山峰也是非常漂亮 对面呢 就是非常多的农家乐 大家如果是说 想在这边找地方住宿的话 那么呢 就是说不用刻意的去订哪一家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去问 觉得家庭环境卫生合适了 然后在那边住就可以了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就是刚起床 起床了一下 就出来这个农家院门口来逛一逛 这个位置呢 风景啊 环境是非常好的 它坐落在河南省临州市的石板岩镇 这个地方的石板岩镇呢 它是一个普通的乡镇 是以前来讲呢 它是就是山区的小镇 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小镇 但是现在啊 俨然成了一个旅游风景区了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它是不收门票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对面呢 那么呢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农家院 再往前面走 走不足几百米远嘛 不足一千米 往前面去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镇中心 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环境 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呢 它四面环山啊 就是说坐落在一个山窝窝里面 但是它的这个整体的建设 还有环境啊 风景啊 都是比较优美的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等一下就是说 我在这边吃过早餐以后呢 会去往山西那边 因为从这边往那个山西方向走 它是属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的地界 这个地方是河南省临州市的地界 那么呢 到时候我们来去看一看那边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你要是在这边 河南临州这边住宿的话 它有一个呃 就是注意点 大家要知道一下 这两旁路的两旁 有非常多的这个农家乐 农家院啊 农家乐 宾馆啊 还有一些这个酒店 呃 价格范围啊 从几十块钱 一直到几百块钱 都不懂的 看大家看一下 这个水里面有非常多的鱼 等到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水捞鱼 呃 这个地方呢 确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中午啊 相对于以前我住的那个山西的农家乐来讲 它还是比较炎热的 早上和晚上是比较凉爽的 现在的山区啊 再不是以前的山区了 因为现在的山区也都 那个因为这个旅游业发展起来了 一看大家看一下前面亭子上面 下面有很多的那种雨伞 我们来看一看 比较有意境啊 啊 还有很多人在这边搭帐篷露营的 看人家搭的帐篷 他就是装修的这一种 看一下前面就是正区了 呃 人家在这边露营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在这边露营啊 也要比山下面要凉爽 要是在现在的这个天气 在山下面露营的话 那么肯定会非常热的 非常难受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整体的这一条公路啊 建设的也非常好 就像一条旅游公路一样的 刚才呢 我们就是从下面上来的 看下面的那种 只要是说有水的地方啊 有山有水的地方 这个风景啊都不会错了 我们坐在这边呢 就是可以看到下面的夜市摊 到了这个晚上啊 他们都会开夜 然后再看一下对面啊 对面的那种环境 是不是 这个农家乐都坐落在山脚下面 坐落在这种树木丛中 感觉到就是说有山有水 然后这个那么多绿色中间 有一处房子 这个紫红色的房子 感觉到他们这个设计 设计感很强 是吧 满满的一个怎么说 幽静 幽静的一种感觉吧 山里面的那个天气 它说变化也很快的 如果是说有的时候 下点小雨啊 如果在雨后看这些山峰的话呢 那更加的漂亮 那么有一层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 看那路上跑了很多的那种中巴车 大型的客车 那么都是拉的那些游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对面的山峰 真的怪不得有很多人在这里 看着这山峰 那个就是写作画画的 真的是非常漂亮 现在收拾东西 准备出发 去山西 山西那边相对来讲 比河南这边要凉快一些 这个房间呢 是一个他们所谓的那个观景房 然后是150块钱一天 这边呢有阳台 开开窗户 外面呢就是刚才我走的那个地方 推开窗户 外面就是大山 现在我们就是顺着这一条路 一直往山西方向走 在路的两旁 这边也是就是有一些 临州市石板岩镇的一些乡村 就是一些小山村嘛 然后呢 他们这边的小山村里面 也是有很多的农家乐 不得不说呢 就是说河南这边的这一条路 就这个地方呢 它建设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地方呢 也又到了一个村庄 它是属于王向眼景区旁边 王向眼景区是一个收费的景区 并且这个景区的知名度也非常大 看这大早上这旁边的人都已经很多了 这些都是学生在这边写生的 感觉这边的房子 它都是一个格调的 是吧 设计都差不多 然后 这边的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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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河南的小山村 还没到山西了 估计前面慢慢走走就到山西了 这节路真难走 对 前面就到山西境界里面的第一个村庄了 这个村庄我们看看和河南的村庄有什么区别 这个村庄叫井底村 它就坐落在 这个属于是什么 就像一个井底一样的 四周是山 像一个井一样的 所以说叫做井底村 这边的这个风景也非常漂亮 我们下去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老朋友记得到 我去年骑摩托车的时候 也在这个村子里面住过 一天嘛两天 忘了 然后并且感到下大雨 我把摩托车停到这个前面 桥洞子里面了 这个村也是一个就是老村了 以前这个村因为交通不便 是四面环山 所以他们村里面就是举全村之力 所有的人在这边找了一个那个挂壁公路 在前面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到后来呢慢慢的这个旅游业的兴起 这边很多的农家开了农家乐饭馆 然后就是依靠这个自然的风光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在这边避暑 很多人在这边就是一住两三个月 一两个月的都有 因为这边的这个农家乐它的这个价格呢 和那个河南那边的价格 就是也都差不多 基本上呢就是按人头算的话 一个人都是在60块钱左右包吃住 如果时间长了或者是人多了 那么呢就是会更便宜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个景色 等一下我们走到村庄里面 可以给大家来再欣赏一下 欣赏一下看看 你看就是这边和我们刚才从那个 林州石板岩那边来的那边的村庄和这边的村庄有什么区别 哪边更好一些 看这边这个桥上 这个就是祥云湖 嗯 这都是比较知名的 这个你看 这个风景我感觉到好像比那个石板岩那边的风景 还要美一点 是吧 因为这个水 因为这个水 看起来一较深 并且这个水面比较大 石板岩那边的那个水呢 它是结流的 结成一结一结的了 看这两边 很多人啊 在这边就是拍照打卡 因为这个风光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这边就是著名的那个九孔瀑布 一走到这里真的是非常凉快 在这边呢 这个温度大家可以网上查一下 就是山西省平顺县景底村 这边的温度 早晚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看一看 哎呀 这个瀑布非常壮观啊 非常漂亮 对吧 朋友们 大家感觉一下就是在山西和河南 两省交界处 都是小山村 现在的旅游这个资源呢 也是非常丰富 大家看看哪边更好呢 我觉得各有特色是吧 区别大的一个地方 怎么说呢 就是这边呢 比那边的温度要低一点 因为这边更靠近深山嘛 是吧 周围的这个山 更靠近这个村子 在那个石板岩那边呢 感觉到那个还是有一些平地的 一会我们到那个街道里面 街道里面 它村子里面再走一走看一看 给大家来参观一下 它这个村子里面是什么情况 所以说有些朋友们 问我这边的农家乐怎么找 这很多 自己去找就行了 因为每一个人的眼光不一样 要求也不一样 是吧 这个能接受的这些条件也不一样 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大家去推荐 因为我觉得挺好的 你们并不一定觉得好 是吧 我觉得那个不好的 你们并不一定觉得不好 所以说呢 就是自己去找是最合适的 现在呢 我准备去村子里面走一趟看一下 走一趟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路 小路 这个多少钱啊 那个18 这个小路多少钱 60 那很漂亮 这什么木头做的 这个是那家金木做的 这个是那家黄木做的 哦 这边就是说很多卖那一种 那种叫什么 小百件吧应该 看这边很多的这种泉水啊 是常年川流不息 不停的流 所以说这边吃水是很方便的 都说山里缺水 大家看看这种状况 是吧 这个水还是非常大的 看这个村子里面现在又堵车了 这个村子里面经常堵车 因为这个路啊 村子里面的路太小了 现在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村子里面 人流也非常多 很多人在这里住着避暑的 看一下村子里面 这个地方是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这两面都是农家乐 只要是这边的以前的原住户 或者是新建的房子 那么他们都是搞成了那种住宿的农家乐了 还有吃饭的 一个山西一个河南 都是比较邻近的两个小山村 感觉呢就是说还是有些许区别的吧 现在我们就准备再出发了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